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云南省苍原县有一个叫翁丁的瓦族村寨 由于处在茫茫的深山之中 翁丁寨还完整地保随着瓦族原生态的生活 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步步 如今瓦族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遍覆地的变化 他们和中国其他民族一起享受着现代文明 那么在今天蒙丁瓦寨里 人们是否还延续着传统的习俗呢 走进苍原 我们也像大多数游客一样 都想急于去探访了一个依然神秘的瓦寨 我们在县城找好了向导之后 就直奔翁丁瓦寨而去 瓦族人豪爽热情 但这样隆重的欢迎场面 还是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向导赵玉梅是地道的瓦族人 他说当有重要客人来到村寨时 瓦族人都会这样热情的欢迎 瓦族崇尚黑色 以黑为美 在客人额头上点一个黑点 就是在表达祝福 走进汪丁寨 我们就被寨门口大榕树上悬挂着的牛头所吸引 这些挂在树上的牛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牛头是我们瓦族的一种图腾崇拜 这挂在树上呢就让这牛神呢 世代保佑我们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然后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这牛头挂的越多呢就说明我们财富越多 向寨这么一解释 我们才发现在汪丁寨的许多地方都悬挂着数量不等的牛头 向寨告诉我们 瓦族的史诗资纲里头说 人类曾经遭遇到大洪水 是牛拯救了瓦族的祖先 所以牛不仅是瓦族生产的好帮手 它还是瓦族的吉祥物 这前面这个就是牛头桩 这牛头桩是我们雕牛的时候用来拴牛的 那勇士把牛头砍下来以后呢就过着这地方 这牛头就放着这地方 然后摩巴就来看着牛头 就看看这牛头我们雕牛雕下来以后 这好不好由摩巴来看 好了然后就告诉在这里面的人该怎么怎么着 这些这叫牛头桩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过 杀生祭祀的传统 到了现代社会中 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难道在汪丁寨里还保留着这种祭祀的习俗吗 我们进行飘牛呢是以牺牲牛的生命 用牛的灵魂来达到我们祭祀的目的 这我们到现在这习俗我们还在研习 香道告诉我们 飘牛是瓦族最神圣庄严的一种祭祀活动 飘牛没有固定的日子 什么时候飘牛要看摩巴的占卜 他这个叫看摩巴 这摩巴可能觉得我们今年这村在里面不太顺利 或者有病灾了 这些摩巴就来占卜 就说我们需要祭头鸟 需要飘一头鸟来祭祀 来祭祀 然后让天神保佑我们 要五穀丰登 人畜兴旺 这些他没有固定期限 就要看摩巴 然后看村寨里面的情况 摩巴是瓦族社会中 从事宗教祭祀的巫师 在翁丁寨就有好几位摩巴 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职能 村里人告诉我们 这位老人就是一位摩巴 平时他们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也参加社会劳动 只是在举行祭祀时 才能看出他们的特殊身份来 去过瓦族村寨的人 都会留意到这样一座房子 房子只有顶棚 而没有四周的围墙 这座特殊的房子 就是专门用来供奉木骨的 与其他瓦寨有些不同的是 翁丁寨的木骨房里 摆放着两只木骨 据说还是一公一母 从这个木骨的外形上看 这骨口啊 两个骨口是象征着两个 女性的生殖体 这是一千多年前 母系士族社会的时候 女权图腾的象征 也是我们瓦族特有的女性生殖崇拜 然后这两个骨项拿起来 可以看到这个木骨里面是空的 这就象征着孕育生命的女性的子宫 然后我们用这锤 这锤这两根锤呢 象征着男性生殖体 我们这么敲打发出共鸣声呢 也就象征着我们生命 孕育生命的过程 在外人看来 很普通的木骨 却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 难怪瓦族人会把木骨 当作最神圣的器物 共奉着 这是苍原阿瓦歌舞团表演的一段木骨 在这段舞蹈中 木骨是当然的主角 演员们随着积月浑厚的骨点 激烈地扭动着身体 变换出各式各样的队形 时而像是在向上方祈祷 时而又像是自我陶醉 木骨是瓦族的通天神器 瓦族有一句格言 生命源于水 灵魂求于骨 瓦族人认为 木骨生可以把人的愿望 传递给天神 据说 木骨舞的舞蹈动作 全部来自远古祭祀的仪式 也许瓦族的仙女们 就是在木骨生中 达到了一种迷醉的状态 而就在这种状态中 感受到了与天地神灵的高途 在上古时期 礼祭是十分神圣的祭祀品 在中原的周朝 人们用青铜饼做礼祭 而长江下游的百岳族 则是用铜骨祭祀 那么瓦族人的通天神器 为何选择了木骨 宝志明是苍原瓦族人 长期从事瓦族文化的整体与研究 他和同事们将许多原来用于祭祀的舞蹈仪式 转化成了艺术 搬上了舞台 这些瓦族孩子正在排练的舞蹈 就是他们从民间祭祀舞蹈中整理出来的 包志明认为 木骨之所以成为瓦族祭祀的礼器 主要是与瓦族人的原始信仰有关 也与他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因为瓦族就本来就生存在一个大自然里头 它崇拜的是一种生灵崇拜 万无崇拜 他觉得这个树栽那个地方就是很壮的 他能保佑他整个栽子 花刀树好木骨 红毛树好充旧 这是民间都说的 他就崇拜这神圣的树 瓦族的木骨多以直径0.8米 长约2米的红毛树 整木雕枣而成 一个木骨使用十多年 便逐渐腐朽 这样就需要制作新的木骨来替代 或者当瓦族人认为现有的木骨已经失去了灵性 与天神沟通的能力减弱时 也会重新制作一支木骨 制作木骨是瓦族村寨一项十分庄重的活动 每一个环节都有杀鸡看卦 确定几日之后才能进行 据说一支木骨制作完成 一般需要三个月时间 木骨的材料一般取自红毛树 红毛树质地坚硬 做成的木骨音色低沉浑厚 而且经久耐用 但并不是所有的红毛树都适合做木骨 所以选择一棵好的红毛树 是制作木骨的首要工作 先派七个到九个的标型大行 到一个木骨商去写木骨树 写了木骨树以后呢 写大以后的先鸣枪 先用弩把那木骨射中了 然后就念一颗经 他说木骨树 我们千山万灵显中了你 您就是我们的债主 你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请你回到家来当着主人 选定了木骨之后 就又开始拉木骨的活动 也就是将选中的木骨树 砍伐后拉回到寨中 由于制作木骨的时间不定 外人一般很难看到真实的拉木骨过程 汪丁寨因为保留了许多传统的习俗 引来了许多慕名而来 希望了解瓦族历史文化的人 所以在汪丁寨 神圣庄严的拉木骨习俗 有时候会专门演示给外人看 但是当寨寨历要真正替换木骨的时候 全寨男女老少会盛装参加 一切都按照祖先留下来的遗愧 庄严神圣的居心 在摩巴杀鸡问话之后 拉木骨的活动正式开始 一位摩巴骑在树干上 以歌为号 指挥着众人一步步地将做木骨的树干 往村寨里拉 拉木骨无疑是一项很坚信的劳动 木骨的材料一般都是从高山密林中选种 骨料沉重 山高坡斗 道路坎坷不平 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 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许多研究瓦族文化的专家认为 在原始生存技术条件下 一个人的力量显得是那样渺小 而生存又如此艰辛 拉木骨的活动 无疑增强了人们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 最容易获得一种集体认同感 这也许正是拉木骨活动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按照制作木骨的传统仪式 当木骨完全凿成之后 神圣的飘牛祭骨仪式就要开始了 牛祭是瓦族最高的祭祀仪式 按照瓦族人的说法 飘牛祭骨之后 木骨会更有灵性 能更好地实现人与神灵的对话 之前 悬好的黄牛已经被拴在了牛头桩上 全寨男女老幼围成圆圈 踏着木骨的节奏边唱边跳 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摩巴们坐在祭品前 等待着开始的时机 在摩巴念完祭祀之后 飘牛仪式正式开始 一位老人手捧一碗酒 走到广场中央 撒米花 喷酒水 祈祷吉祥 最后 飘牛勇士从老人手中 接过了镖枪 喝下来驱邪酒 飘牛火动进入了高潮 黄牛牺牲了身体 他的灵魂注入了木骨 祭祀仪式圆满完成 世界上千千万万个骨 就是瓦州的木骨 最古老最神奇 具有传播力 木骨原来是砍头用的祭祀品 是不能随意挑的 到现在我们瓦州 就是用神圣的木骨 跟天对话 跟整个人类对 传播一种信息 传播什么信息 就传播 二人站起来了 私心的社会来了 我们站起来了 汪丁寨距离苍原县城33公里 它是由六个瓦族自然村寨组成 共有272户 1224人 我们进入的这个汪丁大寨 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村 它也是汪丁瓦族原始部落的中心 按照汪丁寨的规矩 客人到了寨子里 必须要去拜访寨主 在汪丁村村主任的引领下 我们走进了汪丁寨 洋寨主的家 先任寨主 洋言纳木 今年73岁 按照传统的礼仪 洋寨主首先给我们送上了祝福 所谓寨主就是村寨的头人 这是瓦族原始公社社会形态的仪器 过去寨主是整个村寨的最高头领 管理寨子的一切事务 而现在村寨的行政事务 由村民委员会管理 寨主只是负责祭祀和民间的习俗活动 这个寨子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通过向寨的翻译 我们得知 汪丁寨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了 当年 杨氏头人带着族众 从现在缅甸瓦邦的绍帕 迁到苍原县的盲回 最后有九户人家跟着杨氏头人 到了现在的汪丁平均 慢慢地发展成了现在的汪丁村落 瓦族村寨的寨主 一般是由最先创建寨子的家族人员担任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实行世袭制 所以汪丁寨寨寨主之位 一直在杨氏宗族中世袭继承 汪丁瓦寨现在被封向阳的斜坡地上 错落有之 房屋主要是甘蓝式建筑 下层饲养牲畜 堆放杂物 上层居住 杨寨主家的房屋和普通村民的房子 没有什么不同 在屋子的中央也设有一个烛火堂 这是瓦族人日常生活的中心 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这么一个烛火堂 这个瓦族的火堂一年四季都不熄 到春节期间我们就专门选一个好的日子 请磨发 算一个好的日子 我们就去取新火 我们取新火是转入取火 非常原始一种方法 转入取火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易燃的东西 像竹片这些干的东西 就去特加客户去取新火 然后拿来火种 回来家里面就点燃 这个火堂就一年四季不熄 钻木取火是人类最古老的取火方式 也许今天的瓦族人 是在用这种方式 表达着一种新火相传的理念 而瓦族人的生活 也像这火堂一样 生生不息 绵延不举 婚姻是人类种族延续的主要形式 翁钉瓦寨的人们恋爱自由 婚姻自主 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 同一个姓氏不结婚 这是大部分瓦族人尊重的婚姻制度 但是我们听说 在临仓市耿马县大寨村的瓦族人 一生要结三次婚 这种奇异的婚俗 让我们很是疑惑 大寨村 大寨村位于耿马县 蒙茧江 走进大寨村 我们发现 这里的瓦族 斟着土黄色的衣服 这和我们常见的瓦族人 以黑色为主的服饰 有很大的不同 在大寨村 不仅人们的衣服是黄色的 就连他们房子的屋顶 也都是黄色的 在中国汉文化体系中 黄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 那么在偏远的云南阿瓦山里 这一只瓦族 为什么偏爱黄色呢 传说明末清初 清兵进入到我们云南 进入到广西云南这一带 这个是广西的贵王 朱油郎 被清兵追到阿瓦山 就被当地的瓦族群众 就是我们跟马大在瓦族 救下来 救下来 等他身体好了以后 就继续逃到敏殿去避难 在要离开阿瓦山的时候 为了答谢我们当地瓦族人民的 救命之恩 就赐给我们当地的瓦族 穿黄色的 所以就允许到现在 传说已经无法考证 但大寨瓦族人却一直保持着 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方式 他们以黄色为贵 自称为黄衣阿瓦 让人有些不解的是 黄瓦只居住在大寨这一个自然村 总共才三千四百五十六人 那么黄衣阿瓦真的一生要结三次婚吗 耿马大寨瓦族啊 一生他要结三次婚 第一次呢叫持小九 也相当于我们汉族人的定亲 定亲以后呢 相爱的两个年轻人啊 就可以同居了 第二次结婚要看经济条件 来定这个结婚的时间 那么假如说 这个男方呢 这个经济啊 不宽溢 不富有 他第二次结婚的时间 可能要相隔着一年 或者是两年 甚至三四年 都不定 然后呢 第三次结婚呢 一般呢 都是要到老的时候 多数就在六十岁以后 六十岁时的婚礼 是黄衣阿瓦人最看重的一次 两个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妻 也要郑重其事的打扮一番 丈夫要赶到村外 一个专门搭建的毛屋里 将妻子接回村中 并要举办隆重的结婚仪式 这次婚礼 当地有个说法 叫做割尾巴 就是六十岁以后 举行婚礼以后呢 那么女的呢 就改姓了 比如说 我姓张吧 这个女 我的 我的媳妇姓李 等到割尾巴以后 她就跟我姓张了 然后等到老了以后 我们两个 去世以后 就可以入葬到我们南方这边来了 如果是没有进行这个 割尾巴 这个婚礼 也就是我们 我们当地说的大婚 亡婚 那么 女方和男方 假如去世了 就不能合葬在一起 在黄衣瓦族的习俗中 六十岁后的这次结婚 才是两个人真正的晚婚 全村人都要去讨吃喜酒 表示祝贺 人们会围绕着木骨 通宵达旦的跳舞 庆祝这对夫妻 从此再不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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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